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南部开讲 我是吕宗芬 这几年台湾的地方 在地的能量非常的强 那因为其实从社区营造工作开始 其实已经二十几年 二三十年了 在这么长期的很多的辅导 很多的专家学者的协助之下 台湾很多社区的在地的那种 耕着于地方文化 地方生活的这个能量 在这几年经由很多的社区小旅行 农村体验旅行 还有生态旅行等等的 透过这样的形式 都让很多人看了非常的惊艳 那甚至也吸引国外的很多的好朋友 他们都很想到台湾来体验 真正的在地生活 但是在地社区 在地小旅行在发展的过程 我们就会很清楚的感受到说 当这个小旅行被关注到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现行法规有多重的障碍 包括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或者是很多 他非常懂农业 非常懂这种某一种工作形态 某一种产业活动的这些朋友 他可能因为没有旅游或者是导游 领队等等的这一些正式的 在政府规定的观光旅游产业里面 所需要的证照 使得他跟很多外来的旅人 在介绍他的在地文化的时候 都面临到可能违法 可能被举发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心 到底怎么样让我们这些在地 非常丰富的生命力 非常精彩的在地生活 能够让更多人被看见 那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机会 发展成一个新型的 微型的企业 微型的地方产业 那在这样子的期望 这样子的愿景之下 我们现行的法规 应该做哪一些的调整跟调试 或者是说我们需要一套 新的管理规范 来好好的扶植协助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微型的产业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都要跟各位一起来关心 那今天现场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来宾 是我们高雄市保来人文协会的执行长 李婉玲 婉玲执行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婉玲执行长在保来 已经经营很久了 有十年了吗 莫拉克之后 对 就整个产业推动来讲的话 大概就今年莫拉克刚好十年 那在更早之前 我们从社区营造开始 那以我的经历 大概是今年第18年 哇 好资深 对 那可是 我也是返乡青年 现在变中年 稀稀稀 有岁月的痕迹 不过我们 万林执行长这样说 我们可以了解 社区小旅行 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成果的展现 或者是外面的人 外地的人 看到社区的一个媒介而已 其实在地的人 他在这个地方 已经耕耘了10年 18年 非常长的时间 把在地的文化跟生活整理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 比较仔细地跟我们谈一下 他们在地方经营遭遇的问题 那第二位朋友是新南下旅行社的总经理 陈佩玲 年轻的总经理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 佩玲的经历也很特殊 她也是从陪伴部落开始 然后进一步踏入成立旅行社 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对 对 等一下这个细节再请佩玲来讲 那第三位来宾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平科大森林系的陈美惠 美惠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四位来宾是 陈光大学法律学系的王玉政 王老师 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等一下都要请两位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包括他们在辅导社区的过程 怎么样看到在地的生命力 那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希望让这些在地方工作的人 都能够安心 都可以永续 那在制度面该怎么配合 等一下我们也都会仔细的谈 那节目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VCR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地方的社区 他们在做这些体验行程 体验小旅行的时候 遭遇什么问题 带着游客到田里体验 采收凤梨 也能学习腌制传统凤梨豆酱 高雄农牧社区发展农村旅行 好几年生命远播 游客最远来自中国 香港 新加坡 但始终只能以一日农夫体验 或教育名义 带游客体验大树的地方特色 农村社区的这个达人 他通常没有领队 或者是导览的执照 可是有导览执照的前辈们 他们不懂得农村 他们不懂得作物的成长过程 一日农夫是高雄市政府 力推带动观光政策 有六个区的农村可以游玩 2012年以来吸引了四万五千人参加 带动四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不过因为不符合发展观光条例 规模受限 只吸引21位清点返乡 生态和农村旅行 非常有规模的屏东 目前光横川半岛就有12个社区 加上山区部落 更能有点串成面安排套装行程 但同样因为法令受阻 从去年开始 台湾各地从事社区旅游的工作者集结 呼吁政府修正发展观光条例 因为现行的法规 不允许社区规划套装行程 只有旅行社才能合法的运作 但是台湾从1994年开始做社区营造 2002年发展生态旅游 这几年投入地方创生产业 民间努力超过20年 累积在地旅游的能量 但要农村创立旅行社或考证照 都不适合为旅行的形态 但是交通局则承受来自观光业者的压力 对于修法迟迟难以做出决策 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影片里面 大概可以看到 其实不同的社区 靠山有靠山的特色 那在农田 以农业做主要产业有它的特色 可是在当我们体验 或者是旅游的内容 现在都很流行 所谓的定点式的小旅行 我就是在一个地方 一个社区 跟着在地的人一起生活 这样子的服务的内容 其实感觉上不是一般 你考到导游执照 或是考到领队执照的人 他可以来讲的 那我想先请婉玲执行长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宝来的经营的经验 就是你们先 你一开始是因为社区营造的关系 才回到宝来吗 不是 当初我开始社区营造 是因为我们在偏乡 其实交通不是很方便 虽然是温泉观光区没有错 那是因为父母亲 我觉得应该年轻一代都不在身边 那我觉得在都市求学也够久了 想说要回去可以帮忙家里做点什么 开始 我是回去教书 回家是回去教书 我在学校偏向的小学教书教了十年 那同时在这十年当中接触到社区工作 我觉得我可以为我的社区或者是为住在这里的人做点什么 相对来讲我相对比较年轻一点 所以应而投入到现在社区工作十八年 对 那可是宝来就你刚刚也提到 它是一个六归宝来 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温泉风景区这样子 那可是实际这是我们的印象 不过就你在地人 你那些数据上大家的三业主要是什么 观光吗还是农业以及产业为主 这个大概绝大部分以六归来讲的话 那宝来是六归的其中一个里 那虽然是因为南衡的关系非常的著名 然后又有温泉的关系 所以它就整个六归来讲的话 齐美地区来讲的话 宝来算是一个观光火车头 可是这个观光的人口 参与观光的人口是少数的 绝大部分还是以务农为主 我们那边以有很有名的黑鑽石 莲雾 净化芒果 梅子等等的一些物产为主要 所以住在这里的人 几乎都是以农民为主要 对 那你们现在渐渐的 是不是就把这一些在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体验等等的 包装成一个行程 让大家来认识社区 是 这个因为说过去在莫拉克风灾之前 坦白讲我们做社区营造 是以社区人的照顾或者是活化为主要 可是因为面临到莫拉克风灾之后 整个生态环境产业结构 人口都改变的时候 我们在做社区工作的同时 你面临的有产业的问题 然后有生活生计的问题 你不得不把它整体一个 以多元的一个面向来发展 来做一个政客 那当然你面临到老人家的照顾 他也许就是一个老农民 那他的东西怎么卖出去 那我们是一个温泉观光区 我举一个例子 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像这样10年 莫拉克10年 整个大力的在推动 复苏经济这个状态 那上个礼拜有一个客人 他跟我恰询 想要订六台游览车的客人 可是他要带六台游览车客人来 我觉得我也很想接 那以一个区域来讲 我们在讲 它是一个小型的区域 小的社区 我如何能够容纳六台游览车 244个人 那我在讲 我们温泉观光饭店 发展这么多年 几十年下来 要找到一个饭店 可以接六台游览车的住宿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相对来讲 整个观光区域的经济体 对我们来讲 又经历莫拉克风灾之后 它是一个量体非常小的 在多元产业的整合形态上 来推动让地方可以 不同的族群 比如说老人家 孩子 或者是从事不同行业 住在这个社区的人 可以一起参与 那除了观光以外 农业以外 我们当然也发展的 在宝莱协会 参与文化共享空间 发展的用在地的资源 有陶艺 有染布 还有窑口等等 运用在地的素材 来做一个平台的推动 对 那可是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说六台游览车 来跟你洽询 那我现在比较好奇的 就是说 这些到你们社区去玩的朋友 然后去跟着你们的行程 体验的这些朋友 它是散客比较多吗 还是说是家族旅游吗 还是说是旅行社带来的 还是户外教学 这些客人的形态是什么 这个分两个层次 因为我们是观光区 在莫拉克风灾之前 绝大部分都以大量观光 大量观光就是由旅行社 可能直接跟饭店接洽 那有各方面景点都很棒 所以名气也还算蛮大的 所以那个产业量 就是观光量算是还不错 可是你到整个莫拉克风灾之后 那个产业结构 整个崩解的时候 那重新要再经营这样子的客人 包括南横现在也还没有开通 周边景点在那当下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 莫拉克风灾之后的思考是 我们并不是要重建成 过去的那个样子 是要找到新的方式跟未来 也就是说 也许大量它是一个模式 那小众它是可以 小众或者深度它是一个 可以让客人愿意花很多时间 停留在这边 或一次两次三次进来 所以它是完全不同客群的经营 也就是说散客比较多 然后我们发现过去大众观光 比如说旅行社带来 或者是我们饭店在推荐的 这些客人 他没有太多时间想要去理解 我们在地的一些 比较深度的人文 或者是一些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 旅游形态 但是它是必须存在 也许它可以共同存在 我们的旅游市场或观光市场里面 因应各种不同的需求 然后我们做口碑行销 那让来的人有很多的一个体验 那你六台游览车要来 他既然会找我们 也知道我们在做的一定是 比较深度的 那只是我必须要克服的是说 在区域场地各方面 我怎么去串联整个 也许我可能要串联到 四五个协会组织 才有可能接待这样子的一个 那可是分到各自 它可能就是分工在各自不同的专业 没有办法全部都包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合作互助的经济 我们在推动是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整个世界在推动共享经济的概念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们有被旅行社检举过吗 我来上节目其实我也很担心 没有啦 我们生意还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合法 我们都希望合法 只是说那个合法的依据要从哪里去 我们怎么讨论出一个 大家可以合作又可以合法 没有人愿意违法 经历了18年的社区工作 这么多的单位在扶植地方 那这是历史工业 那你叫我们合去合从 我们很想合法 对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听了很精彩的 这个故事之后 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节目呢 是因为现在很多社区小旅行 在提供服务的内容 包括导览 包括风味餐等等的 都可能跟我们现行的 所谓发展观光条例 这个法条有汉格 因为发展观光条例 它就是规定观光旅游产业 就是要你有公司登记的 然后有得到国家这个证照的旅行社 然后导游这个领队 他才能够来做这些事 可是社区发展协会 就像刚刚婉玲讲 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规模 然后而且它不是那么单纯的 就是服务或者是休闲消费而已 它还包括了社区照顾 比如说你照顾老人 老人他是老农民 他遇到的问题 可能是他农产品的产销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里面 它可能也包含了 怎么样帮这些在地的农民朋友 来行销他的农产品的这件事 那这个就不是非常单纯 或者说我们现在法规规定 可以那么非黑几百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观光旅游的消费 或是娱乐的行为 对 所以就会遇到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些小旅行可能在不同的地区 它会遇到不同的状态 那有一些地方就会一直被检举 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是违法 你跟旅行社抢生意这样子 那我现在想要请佩玲来聊一下 就是说那你是另外一种类型 你从部落的陪伴 那你真的豁出去了 你聊了你就去定期做一个流行社这样嘛 对啊 对啊 就是其实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当初也是跟婉玲姐一样 是做那个莫拉克风灾后的重建 但是重建之后 因为我们原本锁定的焦点是 达拉伊谷跟里家部落 那很显然达拉伊谷它是重大观光区 那在这个重大观光区的里面 它其实有50个人的生计 50个家庭的生计是靠这个园区 那靠这个园区的时候 变成是园区里面的观光火弱很重要 那当初我们进去的时候 它是完全崩盘的状态 就是客人也不会进去 然后产业道路也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是用部分辅导团队的角度的进入方式 先进入到这个园区 那可能进入了两三年后 这个园区它慢慢开始 因为经过政府的补助 经过很多观光单位 或者是专家学者的协力 而它复苏了 那它复苏之后 其实我们想的下一个议题是 达拉伊谷它只在于三美这个部落 但是真正的游客需求 其实是三美部落 以及隔壁部落的茶山部落 甚至于在隔壁的大普梯区 就会其实是跨部落的概念 那我们当时的做法是 有了跨部落的概念之后 我们想的很简单 如果客人可以从嘉义高铁 被我们的部落族人 使用部落的接驳车种 就是部落自己的发财车 那就直接八人乘行或十五人乘行 把客人从山下的嘉义高铁台铁 然后一路往山上 来到三美的达拉伊谷园区 甚至于是晚上住在茶山部落 以及认识山上的向天神驱火 以及甲马的故事 甚至于再到隔壁的大浦 这样子的一个整体带状的一个动作 再把隔天再把客人带回到山下 其实我们是因为这样子的作为 做了半年左右 才开始陆续被 我不太确定是被谁检举 但是anyway结论是 我们被检举了 那被检举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其实被检举 因为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 这样想很合理 我觉得很合理 我觉得要接待这些 从外地来的朋友到山上体验 就这么简单了 就让大家方面 我就从高铁站接您 然后经过了这些山路 甚至沿途我还可以跟 风灾造成什么影响 没错 然后我看游客的体验 以及后续的问卷回馈 其实也都很好 但我们真实的不知道 到底触犯了法规 那是后来因为这样检举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不太害怕 我最不害怕的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善良 良善的事情 所以我不害怕 我就持续这样做 但是直到后来有一天 我们的客人在茶山部落受伤 那在茶山这个部落受伤之后 面临的其实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我从 不是合法的旅行社到我去借牌 我借了台中的旅行社 变成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合法 因为我有了交官甲 然后平保中的某一个字号 所以不再会被建议 就是你符合这个相关的管理法规则 虚拟合法 虚拟合法 就是我有了合法的别人的壳 但是事实上 我并没有去投保所谓的 履约险 履折险 以及所有的客人的收入来源 都是进到我们的那个辅导团队的户头 好 那当客人受伤的时候 所以你去跟这个旅行社合作的时候 并没有谈到保险后面这个部分 对 那叫虚拟借牌 就是只借一个在网路上看起来 好像有借牌 不再会被检举 其实是不会被检举的 因为别人也不知道金流怎么走 什么东西怎么走 当这个客人真正受伤的时候 客人是打电话回原台中的旅行社 去做客诉 但是台中的那个旅行社告诉我说 这不干我的事 因为实质上来说 他只是借我牌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产生 才让我大测大悟说 其实虚拟借牌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因为虚拟借牌后续的客人受伤 那个总体事件我们总共 因为客人还有腰受伤 所以总共有十几万的钱 我们自己旅行社要去负担的 大概是8万到9万 其实是过高的经费 对于我们带这样的小旅行来说 所以再接着是 因为这样子的虚拟借牌 其实也不完整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再找其他的 譬如说我们自己的学界的前辈 秀琳老师 请他用学校老师的身份 他去受训所谓的专业经理人训练 在旅行业界里面要开一个旅行社 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不一定是至今 最困难的应该叫做 旅行业专业经理人这张牌 那这张牌 他要嘛他是在旅行业界 待过4年以上的人 才可以出来受这样的训练 要嘛他是学校的老师 要去经过 要在学校观光科系 交过两年以上 他才有办法去受计 他不是随便我去考一个什么证 不是不是 补习班补一补考的证 不是不是 他跟考导游证跟考领队证 是不同的事情 它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为了等那一张证 其实我等了三年 我等了三年才终于有机会 因为有了这张证 那有这个老师的帮助 秀琳老师的帮助 再加上其他老师的资金的帮助 我们才有能力 真正的去开旅行社 所以你登记的是甲种旅行社 对 我们是甲种旅行社 就是国内跟国外的游客 都可以接的这一种 是的 是的 没有错 那当初花了多少钱 这笔钱不太少啊 坦白说 因为这一个甲种的旅行社 它的资本额是600万 以及它要押在 交付观光局的保证金 要押两年是150万 以及开旅行社的过程当中 会有其他的规费 譬如说我们要去缴 平保协会的规费 我们要去缴地方工会的规费 这样总体加起来 一般来说我们一开旅行社 至少要准备800万的资金 才够 那这800万的资金 当然如果只有我一个人 我觉得是做不来 但是因为有其他的老师 跟支持我们的人一起来做 但我在想 后续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那一个社区这么小 就是一个小社区这么小 它怎么有可能筹得到800万 这件事情 因为800万对一个小社区来说 那是重中之重 那我们是很勉强才度过了 这所谓的重中之重的这个时期 所以我觉得要去要求一个小社区 那它可能一年的观光年所的收入 可能只有50万或60万 那你叫它背800万的资本额 我觉得是太重了 应该法规上应该要适时的修正到 比较贴近于小社区可以完成的 这个旅行社的范围 王老师 我们刚刚从两位的例子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就是说这种从社区营造 社区经营 来作为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的形态 好像我们现行的法规是照顾不到的 那使得他们变成是一个在 在阴暗当 不好意思我这样讲 就是说在一个阴影里面发展的产业 那如果我们要从一个扶植新创产业 或是扶植微型产业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的法规是不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太适宜的地方 是 其实真的我想就关键字就是 我们目前的法规 我们目前的发展观光条例 跟现实 我们现实的状况是严重的脱节 那就这个发展观光条例里面 或者说跟我们目前在推动旅游观光 最主要两种业别 一个就是这个旅宿住宿 另外一个是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旅行业 那这两个 就我们目前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规范 大概都是建立在 就是说 现在这个形态大概是民国90年 民国90年 这样也十几年了 对已经十几年了 快20年了 就是说不是今天要谈的民宿 不过民宿幸好 这个也是经过了16年 终于在106年 106年年底的时候 那我们获得第一次的修正 那让它的发展可以比较多元 比较弹性 那因为有一次的修正之后 我们发现说其实修正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更进一步的其实在 就在这个上个月月底 第二次我们在发展官方条例 就针对民宿的部分 再做一个扩大的 扩大定义的一个修正 所以其实就是在民宿这个部分 的这样一个修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事实上 是值得我们去反省 就是说你能想想看说 这十几年 十几年都不去做改变 更何况就是说 像刚刚这个李执行长 他提到说他从业18年 18年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数字 这是青春 就是他不是钱 因为90年到现在刚好就是18年 李执行长他在执业的这18年当中 他就是在试用这一步18年 没有做什么太大变动的 他就在试用这一步法律 在做他的行业 可是就他刚刚的介绍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我们在旅游这个行业 我们在这个怎么样 譬如说刚提到动机不同 我们想想看小时候 通常我们如果说要去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旅行 这个去报名旅行团 这个是非常稀疏平常的事 而且你去报名旅行团 大家就想到一件什么事情 我要吃到饱 我要缴一笔钱之后 尽量绕 尽量享受 所有的名胜古迹都要看完 是 没有错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发展 现在今天发展是什么 我们从吃到饱到什么 到深度体验 定点体验 我们不是清廷点水式的 请问一下 我们目前的法规 有去做 针对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同 有去做什么调整吗 这两种它显现出来不一样 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吃到饱的 我可能我今天一整天 我要跑四五个县市 所以它会跨现市 但现在如果我要一个地方 要深度的话 我可能就一个乡 或一个村 我就可以在这边满足两三天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旅行业 我在前者这种吃到饱的 我可能就是什么 我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 我要全国性的执照 如果像刚刚李执行长提到 他现在需要什么执照 我只要保来这个区域的执照就好了 你都只是隔壁 是 没有错 那我们营业范围大小 就会影响到我们营业商风险的大小 风险的大小就要求 就要求你要多少资本额 你要多少保证金 你要多少的一个保险的规模 那请问一下我们这16年 我们18年 抱歉18年 有照顾到这一块吗 其实没有 这是在这个动机不同 就影响到 我们在旅游方面的一个形态不同 那更进一步 我们现在又碰触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效益不同 以往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 让旅行社他能够 他可以赚很多钱 缴很多税 对不对 现在不只是这样 但这一块也是很重要 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深度旅游 还有这个体验旅游 它也可以让社区 让社区他可以去发现自己 我的家乡 事实上有一些这个很有特色 很多元的这些内涵 那我们现在有办法我们去做发展 而且可以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 我们在这18年来的这个发展官条例 有照顾到吗 也没有 所以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增结所在 对 我们刚刚从王老师这样子的 整个时间走拉开 这样子的分析的角度 就是就可以让我们真的感受到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就跟我们现场一样 大家会一直点头 因为这个旅游形态的改变 大家是有感觉的 对不对 我们以后以前可能出国要跟旅行团 可是现在旅行团就是漏掉了 要长辈才会这样 我们大家都喜欢自由行 对吧 你也感觉你自由行 才表示你是一个好的旅人 对不对 那可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其实这个旅游形态在改变 消费形态在改变 所以它相应的管理制度 如果不改的话 那显然这个法规 它就会变成没用 对不对 那你本来立法要保障的消费者权利 可能你也保障不到 那到底台湾要怎么样来 应应这样子的一个 新兴的产业形式 然后来好好的检视 我们的旅游相关的法规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回到现场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一起来关心的是 社区的新兴产业 新创产业这些体验形成 或者是说小旅行 这样子的一个微型的产业 它能不能够继续让大家被看见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法规上 可不可以让这一些 很多展现地方活力的这些小旅行 真的能够合法化 我其实不太喜欢说合法化这个词 因为其实它也没有非法 它只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法规 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 对对对不是法 谢谢佩玲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跟各位一起来谈 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检视现行的 整个对于观光产业的 这个法规的制度 怎么样协助社区 在他们发展这个体验形成 发展社区小旅行的过程里面 可以很安心 可以在有保障 制度保障这样子的脉络下 来做一个永续的发展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个VCR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到底他们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那待会再回来 请美惠老师来跟我们分析 好来 先请看VCR 西流两侧 七彩岩壁高耸 被称为云豹之汤的哈游戏温泉 从屏东屋台乡岛村进入 要朔西16公里才能抵达 是名副其实的秘境 今年吸引许多游客前往 不过两年前部落开始设置管制关卡 为其填门进入要收部落回汇金 每人两百元 每天限两百人 如果我们要在里面群去的话 当然我们要索收 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车子的费用 还有呢 也要经过我们这个部落的 原住民的保留地 也要索收一些部落的基金 如果选择搭部落专车 韩午餐保险和导览 一人收费一千五百元 部落认为不管开四轮 转动车或是步行 进入野西一定会对环境造成冲击 也衍生清洁问题 因此要求物台相公所管理 只是实施两年来 网路骂声不断 游客认为部落与法无据 而且没有具体的申请管道 厂友人到了现场才被阻挡 管制不够公开透明 商业营运 那我是觉得基本上收费如果能够固定 然后旅游包括服务人员的品质 能够再提升到会更好 整个部落的这个生态的维护 也因为不清楚 也造成部落许许多多的这个垃圾 必须要清理 那也有许多的行为 会干扰到部落整个正常的运作 相公所认为 是根据原住民基本法去划定收费 但条文里其实没有具体的收费规定 目前相公所也同步以发展 逛逛条例申请自然人文警官区 但在未获准前 公所强调还是会持续收费管理 近期内也会做好正式的申请网页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影片 大概可以想象跟理解 就是很多所谓不适法的 这样子的旅游行为 其实或是旅游服务的这个提供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不断地在发生 那显然我们的旅游的这个形态都在改变 那是不是法规要有一些调整 我们先来看这个社区旅游的法规障碍 我们来看这个CG 整体地来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社区旅游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首先它没有办法适用发展观光条例 所以它延伸下来的 可能就是像刚刚佩玲讲的 就是说它会有相关的保险的部分 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法规可以管理它 所以就算这个主办者 他可能非常有意愿 然后要去做一个很完整的 这个保险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纳保 但是可能保险公司 它就觉得你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保险 这是一个问题 那首先就再来第二个看到 社区组织它不是一个旅行社的业者 所以不能组装推销套装行程 可是当这个社区的行程 它渐渐的希望想要跟邻近的社区 互相合作的时候 可能就会踩到这个红线 那第三个是接待家庭 接待家庭因为它有住宿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要 可能现行法规可能就是旅馆 或是民宿的规定 那很多接待家庭 它可能觉得我就是 家里两三个房间 或者是三户人家几个房间 接待这些友人而已 所以就会 也是一个会踩到红线的项目 那第四个就是交通接驳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政府它如果依据发展观光条例 要来补助旅游业呢 那你参加的这一些 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小旅行等等的 这个就以最近这一阵子来说好了 它就没有办法去领到 比如说春游的补助或什么等等的 好 那再来就是 所以美惠老师跟很多 因为美惠老师很长期 在协助地方来做这个生态旅游的 这样子的一个辅导跟推广 因为它包括整个 从一开始的社区资源的调查 环境的维护 生态的保育等等的 全部都纳在里面 最后形成一个行程 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 希望诉求社区小旅行 能够合法纳管 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CG 他们其实有提出一个诉求 就是要修订发展观光条例 我们刚刚看到了 因为现行的这个法规 它根本没有办法适用社区小旅行 所以这个法规它太旧了 王老师刚刚也跟我们提到 所以它必须要修订 那民间的看法是说 是不是可以新增特定地区小旅行的专章 然后或者是说 由支持辅导特定地区小旅行的这些部会 比如说像农寨 可能是水宝局 它应该在相关的法规 要建立一个制度 或者是说像文化部 很多的这个文化资产的导览 可能它的这个主管机关 文化事务是文化部 所以文化部是不是也应该要一些管理条例 那接下来就是在地区性这件事情上 因为很多的社区小旅行 它是根植于一个社区 或者是一地特殊的这种产业形态 或者是生态 或者是文化的样态 那法规应该要授权地方的主管机关 来受理登记跟管理 所以就是希望这个社区小旅行 它可能是不是全国规模的 可能是比较小的 在地区或者是社区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来做这个合法化的这个动作 那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订定一个 合适的旅约保证 还有旅游保险的规范 那这个部分就会很重要 因为它就直接牵涉到消费者的权益这样 好 那我接下来就要请美惠老师来 跟我们比较完整的来讲一下 就是说你们辅导了这么多社区 那看到什么问题 看到社区遭遇的困难 那看到法规需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 来请美惠老师 好 刚刚在场的来宾 还有主持人都已经有说到 就是发展观光条例 现在所设计的这些内容 事实上跟我们现在在社区所推行的 这种社区小旅行的需求 是已经无法搭配了 所以当一个社区从资源调查 再到人才的这个培养 它能够成为一个解说员 而且还可以推出一个社区有特色的游城 还能够做出服务 这都不是短时间的事情 是历经很多很多年的一种产观学合作 然后才能够去创造出台湾各地有这么多元多样 而且很丰富很在地的这个游城产品 可是一样的就是当社区开始做旅游经营的时候 就已经是抵触这些现有的法律规定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是想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 不管是透过设立专章或者是立专法 我希望说能够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社区它并不是一般的观光旅游业者 它的初衷 它的出发点 有的是基于返乡然后从农 那政府也鼓励我们都是小农嘛 所以如果能够结合一些体验一些旅游 让这个农业能够六级化生产来增加收益 所以很多人的出发点是在种田 那闲暇之余跟旅游体验去结合 它并不是一天到晚在做旅游经营 那旧生态旅游的角度 它为什么会做生态旅游 也不是为了旅游而旅游 而是鼓励在地人去保护它的这个 很特殊的生物多样性 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 甚至里面的这些文化资源 然后在保护之后 想要去活化 所以就会把旅游这样的一种策略应用上 所以最终会有旅游的操作 他们的出发点 基本上都是离不开返乡 照顾自己的这个父母 或者是回去承接 过去可能是祖先在经营的土地 甚至有的是为了文化保存回去的 有的是为了环境守护回去的 那旅游只是一种表现而已 他不是专门在做旅游的 所以今天把社区做这样的一种旅行操作 都要要求社区要是旅行社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 是非常的这个背离现实 而且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也就是说你成立了旅行社又怎么样子 你没有解决掉问题 反而制造更多问题 如果台湾有一千个社区 在他自己的社区里面 你来我平常种田 那你来我请你一起采果 然后打个木瓜汁 学一学怎么做一些这个龙特产品的操作 等一下带你到部落里面去吃 妈妈的风味餐 好这样就已经触法了 这完全说不过去 那如果说要成立旅行社 以刚刚佩玲也讲到 他有一定的资本额的门槛 还有很多很多的费用 都不是社区可以做得到的 更何况社区就只在我自己的 范围里面 就在我的村子里面 去做个农事体验 去走我的一条步道 去吃个风味餐 这样就成立旅行社 那不是太夸张了吗 然后一千个社区在做 就要一千家旅行社 那成立了难道不用经营管理吗 所以这些反而是没有解决问题 而且又去制造问题 所以回到本质就是 社区他只做他自己那个社区 跟旅行社去跨区 甚至整个台湾都可以去的 那个规模完全不一样 而且出发点几乎就是不一样 平常是市农工商的居民 可是我来反串一下 就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旅行社的业者 这样子 我给大家问 美慧老师跟你说 那你们做小旅行 你们也赚钱 那可是你没有登记公司 你不是一个合法的旅行社 你没有缴税 是不是这样很不公平 那再来就是说 就像刚刚佩玲讲到 那你们对消费者的保障足够吗 我是一个合法的旅行社 我每年要缴这个费 缴那个费要偷多少的保险 那如果你没有纳入这个管理制度的话 是不是对消费者的保障会不足 好 我们先从对消费者的保障 我相信任何一个社区在做生态旅游的经营 或者社区小旅行 比任何人更关心 我们民众进到这个社区里面 他所受到的一种接待 他不会把他当成是客人 他当成是朋友一样 都想尽办法要极力展现最好的一切 给我们的民众 所以在这个整个社区的这个油层的设计里面 你就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一定是承载量管控 一个解说员就只能带10个 或顶多到15个 好 然后每一条路线都是精心规划 不会给你随便去乱走 然后在过程中 这个解说员会对游客做很多的照顾 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民众做很多的照顾 而且场地会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甚至有些游城 他还会要求要保到旅评险都要保 所以其实社区在这样一个自己很熟悉的范围 每一条路线都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踏刊 而且整个游城所行经的点 所看的东西都是经过很 胡岛单位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 在这样的一个旅游环境里面 基本上已经是做了最完善的一种规划了 那更不用讲在整个过程中 对于来访民众的一个照顾 而且该保的险也有保险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反而应该要赶快透过法律的规定 来让社区能够走的品质更好 给游客的或给民众的保障更多 应该用这种正向的思考去想这个事情 然后那接着我们再谈到刚刚讲到缴税 我们也可以要求社区缴税 如果他钱赚得够多 为什么不愿意缴税 他很乐意缴税 那就举个例子好了 像我们 我们一定主动报税 但是收入跟支出一定不平衡 如果我们有达到赚钱 比如说像国税局就会一条一条跟你查 那因为我们人事开支或者福利回馈等等 各方面的支出一定比收入还要多 因为我们在做的是社福照顾等等 还有文化传承教育等等的工作 那我补充这个就是说 我们很乐意缴税 如果我们达到缴税的标准 没有人不愿意缴税 前提之下是我很想合法 那当然达到缴税标准一定要缴税 可是如果你根本连缴税标准都达不到的同时 那就没有办法 对 可能我们的业者会关心的就是说 那个社区好像税缴得很少 事实上该缴的税都缴 比如我解说员 我签了我的解说费 我还是个人所得税要缴 综合所得税也都要缴 那另外像做到一定规模 比如说设顶部落 他还是有营业 营利事业登记 还要缴营业税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的期盼 就是说这个能够做到社区小旅行 它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凡 它绝对不是一般的旅游商品 从旅游的角度去发展观光 然后为了观光去发展商品 不是这个样子 它基于都是 基本上都是从环境的保育 文化的保存 这样的角度开始产生的 所以我们要很珍惜 那个整个台湾社会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东西 那如果说有一些缺陋不完善 我们反而应该要想办法 让它可以纳入正轨 然后好好的去发展 所以做的不 有些做的不够好 那很正常 我们希望期许让它越来越好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 就是它跟既有的这个旅行社 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 跟旅游的形态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也未必会形成互相的竞争 我觉得应该是要 旅行社要跟社区变成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社区做这个事情 是旅行社没有办法做 为什么呢 那个社区 它在里面做维护 还有那个投入这个地方的 这个文化传承 生根18年 对 还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那个整个过程 要不是工部门 或者是这些学界 或者很多关心社区发展的人 长期投入 它是展不出这个东西的 旅行社它没有办法去付出这个成本 去自己制造这个产品 所以旅行社如果要让你的产品 更有吸引力 反而要好好跟社区合作 今天所有的维护都在社区 你只是跟它合作而已 可是这么多年来 旅行社很少跟社区合作 我们到了这几年才渐渐看到 有些旅行社觉得这个很重要 愿意合作 为什么合作不成 佩玲 其实合不合作最大的关键是在于 有没有所谓的服务费空间 对所有旅行业界的前辈 我们应该说前辈好了 因为新人像旅行社 其实是非典型旅行社 那典型的真正的旅行社是 如果进到这个点位 我旅行社配这里的餐 那可能有所谓的 最好的退一或退二 那如果进到这边来做住宿 是退佣的意思吗 那就是 对 在我们 对 就是退佣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新形态的 不能拍这 在我们新形态的旅游来看 我们不认为说这是不合理的现象 就是说以前的我是非常讨厌 旅行社做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的我是慢慢认同这件事情 怎么个认同法 因为旅行社所养的那些服务人员 他们其实也需要有薪水的来源 如果他们主张进到小旅行这边 但是小旅行没有办法给予 部分的服务费的空间的时候 我想他们是完全不会进入 他们一定会往下选择的是 做奥棒的世界的事情 就是直接把台湾客人带到国外去 因为资讯差有落差 才有服务费的空间 因为游客算不出来 但是台湾的国旅 或者是台湾的小旅行的状态是 台湾的资讯非常非常透明 在这样非常透明的状况下 我想旅行业界的前辈是不容易进入到社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不容易进入到社区的概念是因为 如果你要一个旅行社要开发一个行程的话 它必须要花前置的厂刊的时间 以及前置的彩点的时间 那面对一个不会赚钱的商品 它还要花时间下来做彩点跟厂刊 我想就是它也不会愿意 但是我们是非典型的旅行社 就是新南向旅行社是非典型的旅行社 我们是从地方长出来的旅行社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几种思维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第一个思维是 我们已经知道了行规里面的所谓的佣金制度 但我们不主张佣金制度 所以新南向旅行社的目的是 为了协力让地方的这些有魅力的行程 可以合法的被消费者所接受 所以我其实也要跟大家说 我花了三年 就是开了旅行社的这三年的期间 我们从第一年的先认识旅行业界的 行规行化到我们被打击 因为旅行业界的前辈觉得我们是疯子 但我们觉得无所谓 那我们真正今年又另外在跟水报局 台东分局所一起合作的概念是 我们为了要推展台东的农村旅游 那我们往下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我们自己旅行社的系统平台 去做了几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共创这个功能 那共创这个功能就是说 不是只有我旅行社的业者 可以进来登陆我的商品 那我可以开放给社区业者 或者是我开放给年轻的 有意愿返乡的年轻人 开放让他进来我们旅行社的后台 一起做共创行程 但不是他创了就可以上架 我们有一个大前提是 我们必须要仍然维持在旅行业界这边 所谓的这个社区 他理不理解所谓的发展官方条例 这个社区理不理解所谓的旅行业界的成本行化 那这个社区理不理解如何组装行程 以及跟我们后台的链接机制 所以我们每一个这样子的社区合作 从去年开始练习 我们目前练习的大概有十个社区 每个社区我们都上超过十二小时的课程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共同 一起维护我们游城的品质 以及去既不抵触犯条例 也不抵触我们很想要协力小社区的这个部分 所以听你的经验看起来 似乎在现行法位之下 好像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帮助社区 因为它透过你这样一个合法的旅行社成为平台 所以社区还是有机会走进来 目前的这个管理规范里面 那你觉得现行的法规这样够吗 因为听你的来讲好像可以 不够因为 那不够是在哪里 我一个人不可能服务全台湾的一千个社区 因为我一个人的能量跟量体 一年顶多就是十个社区 除非我全职投入这个开发 那必须要有人来支持我 全职投入这个开发 对 就是各部会都要来支持我 但是我目前没有这么想 我目前的想法很简单 我就是一年赔十个社区 但我希望的是如果未来有机会 地方的小社区 譬如说小协会 屏东的李三的致远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他已经在屏东蹲了十年 那我在嘉义蹲了十年 那我蹲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一直做沟通跟讨论 那我有了旅行社 但我不会认为旅行社只有我的 我会先让致远的 美华老师跟致远所带领的十个社区 一起练习我们的上架 那练习完之后 我们最希望的是 未来他们可以再出去 自己开属于自己的地方型的 王老师所说的区域型的小旅行社 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根本 就是区域型的小旅行社 它的资本额不应该是600 也不可能是300 也不可能是150 我觉得应该回到可能只有30万的资本额 然后它的保证金也大幅的下降 不该是150万 所以你的意思其实就是 社区小旅行并没有推翻现在 所有的对于观光管理的 这个法规跟规范 并没有推翻否决这个体系 只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空间 可以让不同形态的 更违形的这样子的社区的旅游形态 能够合法的纳关 就需要有一个新的管理制度 这样 OK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再回到现场 我就要请王老师来 跟我们介绍日本的经验 因为刚刚讲了全国的跟地方 它的这个经营的规模不同 可能需要不同的管理规范 那看看别人怎么做 日本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回来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一起来谈的是 社区小旅行 能不能够有一个适合 这种围形的新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产业的形态 我们帮它建立一个完整的法规 那我接下来想要请王老师 带我们看一下日本的经验 他们怎么样做分流分级的这个管理 OK 好 谢谢主持 首先我要先 先这个呈现一个想象 因为自从这几年 应该这一两年 在台湾开始有 针对这个日本 这个区域型旅行业 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被提出来讨论 那特别就是在今年的这个 这个四月吧 四月的立法院的那一次的 一个座谈会 于是就有人提到说 我们现在全台湾大概有1000多个 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那如果说都去成立这个所谓的 区域型的旅行社 台湾就会暴增到1000个旅 暴增1000家旅行社 我先举这个例子 我看可不可能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个制度在日本 从2012年就开始 到现在 弱了现在差不多7年多 7年 7八年 就今年的这个四月的数据 全日本才200家 日本是台湾多大 几倍大 他们推动了这样快 五六年了才200家 所以这个是想象 想象出来的恐惧 那再来就是说 就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社区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要让社区 去成立旅行社 我们是让帮社区 创造更多的好朋友 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 旅行社都一脚踢开 其实旅行社 它有它一些专业know how 它也可以帮忙在 组织面经营面 甚至说 我们也非常肯定 就是说对于消费者品质 这方面 可以帮我们来做更多担保 可是问题是 首先第一个 刚刚提到 我们旅行社最低的 这个所谓乙种 它要做就做全国 可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 因为它是做全国 所以它数量不够多 所以变成说 是它来决定要不要跟社区合作 而不是社区来跟它合作 社区如果主动 社区不是不能开口 而是要让它挑三拣四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让更多这种所谓的 着地型旅游业 或区域型旅游业 然后它就是 它本身就是在做在地的经营 那数量也比较多 可以让社区有更多合作的一个朋友 所以创造更多的好朋友 创造更多共同经营 刚刚有提到这很重要的关键字 共同经营的好朋友 这是共创的概念 那再也就是说 这也是个平等 我们建立一个平等合作机会 那我刚 就是我们刚提到 就是说日本他们 2012年的时候 来这个 透过他们的旅行业法 那增淀了这个 他们叫做地域型 地域型旅行业 我把它改叫做区域型 比较好听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分级 对 它分级分流 它有一个特色分级分流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像刚刚这一个 佩妮有提到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成立的资本的金额 真的是太高了 我们看一下日本 日本他们成立的金额是多少 373 我们台湾目前是363 3000万 600万 300万 那相对于日本的这个 这个对照来讲的话 比如说综合的 综合是3000 他们也是3000 抱歉 人家是日元 我们是3000台币 请问你的市场规模 你剩下几分之几而已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 可以做一些修正 那再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型的部分 区域型的部分 它就限定 你就是有在你的所在地 以及周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 相邻的相政 那同时这样我们把这个资本额 把它降低 把保险金额降低 其实这也是合理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让社区 有更多合作的好朋友 而且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 把发展观光条例里面 对旅行业的这些业管 一并可以带进来 我们没有说要把这些规定 完全把它掏空掉 那至于是专罚还是专章 我想这个都是合理的 好朋友 谢谢大家